Google 大家好 我是陽晴 越來越多人來歐洲自由行的 所以我今天要來跟大家討論自由行小費的問題 像我們像台灣啊 日本啊 韓國啊 當我們出了國門之後我們就當然就會遇到這個問題 因為在我們這些國家裡面是沒有什麼小費文化的 出了國門之後你就會覺得說 嗯 那我是不是該給小費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國際觀 所以大家不要抱持著一個想法就是 阿他沒有要我就不要給他就好啦 的這種觀念 所以我在開頭的時候我要先跟大家講說 我們要有一個這樣的觀念 而不是說貪小便宜就是阿我能不給就不給這樣 可是這個東西也是因人而異 所以說你只要觀念對了 其實你只要照你的想法走就好了 那我今天來告訴大家一些我的想法這樣 在歐洲的話通常是西歐 南歐西歐到北歐的國家的話 對於小費文化他們是沒有到說一定要給像是美國一樣 對他們來講說 小費強制給是一件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 因為它叫做小費就是叫tips 所以說為什麼美國他們那樣子會說 一定規定說你用餐就是要給18%到20% 你把這麼一個明確的數字 而且你不給的話它就會跟你追著一樣 這是一個很不合理的現象 其實對我來講是一個我是覺得是一個很不合理的 因為我覺得你那些東西既然它叫做小費的話 你不應該我覺得不應該是要你強制我們一定要去付 而是我心甘情願掏錢出來我滿意你的服務這樣子 我我們的想法是這樣 我問過阿仔我跟阿仔的想法是一樣的 我現在講法國 法國的話它有沒有小費文化呢 其實小費他們在這邊就是覺得說 你覺得我服務好那你就給我 你不給我我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因為他們並不像美國一樣說 我的收入來源就是靠你的小費 就算你不給我小費 我還是會有一份薪水來足夠維持我的生活 所以我服務好你或是服務不好你 我都會有一份薪水可以拿到 這是為什麼你們常常在巴黎 去巴黎的餐廳或是哪裡的時候 你會遇到態度很差的服務生 他們一點都不甩你 因為法國的話他們會有一個最低薪資 他們最低薪資還滿高的 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上網查法國的最低薪資 好 然後 所以就是為什麼他們覺得我服務好或不好 對我們來講沒有太大的差別 因為就算我把你服務得很大 你摔桌走你還是要付錢 因為你吃了 我還是可以領到 就算你不付錢 我還是可以領到我的薪水 因為那是我的薪水 然後損失的可能是店家 所以你們常常可以看到說 法國人自己其實他們也知道 服務生在巴黎的話 其實他們的服務有時候 並不會特別的好 你會看到說在法國的服務生 他並不像美國的服務生 會常常會對你虛寒問暖 到你的桌子旁邊說 啊你覺得今天餐廳怎麼樣啊 然後啊需不需要什麼其他的東西啊 然後一直過來跟你打招呼 通常法國人的服務就是 好你撿餐的時候他就來 然後送酒單問你要什麼飲料 然後走然後他再送 他就問你說那你煮餐是什麼文 然後再走 然後幫你送餐完 當你吃到一半的時候他會過來 就說你們覺得今天餐點怎樣 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你在那個時候沒有跟他提出問題的話 他基本上就不會再過來了 他就是再來就是結帳的時候 你叫他過來他才會過來 或是你要甜點的時候 所以說 他中間其實都不會過來 他真的只有在你的主餐上來 你吃到一半的時候 他會問你說 你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是今天餐點合不合口味 就是這樣 所以 這個現象在意大利也是這樣 我去意大利的時候也是 然後在德國好像在北歐好像也都是這樣子 因為我還沒有去過 如果是照我之前印象的話 所以就是為什麼說 他們 他們其實都會有個最低薪資的存在 所以他們並不會說 一定要說 你一定要強制給小費 所以在他們的觀念裡面 他們也會覺得說 小費這個東西就是 我對 你給我的一個獎勵 因為我服務很好 所以當我遇到 如果你當你 住在這邊一段時間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歐洲 不 亞洲人的服務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無為不至 真是照顧的 無為不至 他們每次去亞洲的時候 都會嚇到說 你們的服務也太誇張了吧 然後周邊服務也太好了 然後你們又不用給小費 然後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給小費 那你要給多少呢 也是看你的心意的 說真的 像我去荷蘭的時候 我就遇到一個老闆 他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他服務好到說 連阿呆到最後就說 我要給他小費 因為 法國人是 基本上是 不輕易給小費的 因為 你說他們服務真的沒有 真的很不怎麼樣 如果你遇到特別照顧你的時候 我們真的會心甘情願的掏小費 我們在荷蘭的時候 就是 那個老闆就是還過來幫我們排餐阿 然後過來一直給我們免費的東西 或是說 你們會不會吃 我教你們怎麼吃 然後 就 照非常非常照顧我們到餐桌旁邊 然後我就覺得說 其實他並不需要做這種事情 所以在我們吃完的時候 我們就給他小費 然後我那個時候其實有問他說 你覺得 荷蘭要給多少小費 因為我是抱著一個 求知的心態去問他的 然後他就回我了一句話 就說 小費這個東西是 你心甘情願給的 而不是 我給你一個數目 你給我一個數 你給我一筆錢 你給我 這算是給我的鼓勵 所以你不用去 你不需要去擔心說 我給你多少 你會不會覺得說 那你乾脆不要給 反正你有給 那就是對我的鼓勵 那你要給多少 就是你也是 看你要給1歐 還是你要給10% 就是你自己決定就好 所以我們對於小費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都有共同的默契 就是我覺得 欸他的服務很好 那我就會跟阿宅討論一下說 我們可不可以給他小費 因為 當然不能 我們是以在法國地區比起來 或是去別的國家我遇到的 當你去到越多國家的時候 你越能比較出各國的差異 就算他普遍來講 這個國家的服務態度都很好的話 那我就會願意多給 因為 因為我就覺得說 其實他們不需要做這種事情 你現在就會反思說 台灣的服務態度真的好到一個爆炸 所以 對於那種澳客文化或什麼之類 我覺得那種人真的是 你真的要去國外看一下 就是人家的服務是怎樣 像是我上次去一個義大利餐廳 然後跟媽媽他們去 然後他送錯餐 因為我們當下沒有跟他反應 反正就是也沒差 也沒有到多難吃 我們就把他吃完 然後他來虛寒問暖的時候 我們就說你餐好像送錯了 因為我們不是點這個 然後他就說那 需不需要幫你們換餐 我們說不用 反正都快吃完了 也沒有多難吃 然後還蠻好吃的 那就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好 然後通常這種事情在台灣發生的話 他結帳的時候好像都會給你一個折價券 或是給你一個另外的優惠還是什麼的 我就在想說法國會不會有這種事情 結果在旁邊聽的時候就發現 他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就是媽媽有跟他講說他送錯餐 他就只是 喔是喔 然後他就把價目表 兩邊因為價格不一樣 他就是把價目改掉 然後數字就是一樣 照付 就也沒有另外的 所以會覺得說 是不是我們那邊有點太誇張了 因為其實 送錯餐你當下沒有反應的話 他們就會覺得說那你自己不反應的 是你自己損失你自己的權益 而不是我做錯事情的那種感覺 如果你當下反應我就會再補給你一個新的 可是你吃完了之後你才反應的話 我們就會覺得說那 他們就會覺得說那這算什麼 你還要我想要 你想要我給你什麼的那種感覺 我當下就會反思說 他們這個方法 這個方式好像是比較正確的 比較不會灌壞客人 好 那再講到小費 其他小費的部分 像我去飯店 你們做出飯店會不會給小費呢 我做出飯店 我基本上我是不會給小費的 因為其實你在做出飯店的時候 裡面都會有一筆清潔費 一定會有一筆清潔費 只是他也沒有秀出來而已 我會覺得說那個清潔費 就是我已經 我會覺得我已經付了 阿仔也是會覺得說他已經付了 所以我基本上如果是我自己出去玩的話 我們現在講的是自由行 我們不是講跟團 如果你是跟團的話 那就是麻煩就是遵守你的導遊 給你的指示 但是做團客跟做散客 自由行的話其實是不一樣的 有些東西沒有辦法 很明確的表示給讓客人去明白說 把所有的細箱都列出來 客人會覺得很煩 所以我會覺得說 你團客的話你就照導遊給你的指示 因為導遊絕對不會害你 對然後如果你是散客的話 就是麻煩你出門的時候先做一點功課 我並沒有說全部的國家 因為像是我真的去布拉格的話 他們就會要求小費 像吃飯的時候 所以說你出門之前 你一定要做功課 這個國家有沒有這個習慣 所以這一集主要是還是告訴大家說 觀念要有 然後功課要做 其他東西的話就是你自己自身的想法 我覺得只要你觀念對 你後面做出來的事情 就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 而不要是說談小朋友說 反正我不要給就不要給阿 他沒有要就算了 的那個心態下去旅行 或是看一些事情的話 我覺得那就會有一個很大的 觀念的落差 因為像這輩人他不給 他並不是因為說貪小便宜 而是因為說 他覺得那個服務並沒有到 他可以付出那個價值 然後我告訴大家 如果你在法國的話 你想要 這是一個 如果你是去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約會 你可能約了你喜歡女生 或者是你跟你老婆去吃飯 或者是你們在旅行中 想要有一個浪漫的約會的話 你們可以在一開始進門的時候 就先篩小費給服務生 如果你在法國的話 如果你想要有好一點的服務的話 他就會 你就是一開始就先篩錢給他 看你要篩 通常都是篩鈔票 因為比較好看嘛 然後這邊的鈔票最低就是5歐 然後再來是10歐 所以說就是告訴大家一個小小的秘訣 如果你想要有一個完美的約會 或者是你想要他服務很好的話 你就在進門 在幫你代位的時候 你就先篩錢給他 他們基本上都是會了解的 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幫助到大家 然後你們還有什麼 對於小費的疑惑的話 你們可以留言在下面給我 大家觀念還是要有 不要貪小便宜 然後就是這樣子 那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還有Facebook粉絲團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還有Facebook粉絲團 給我多敏 我們下次見